由于天宫一号的设计寿命到期的原因,已经于今年的4月份最悔的大气层,西方海赖不及庆祝的时候,没想到中国的天宫二号,接替天宫一号,继续为中国的太空事业发展服务,天宫二号原本是天宫一号的备份产品。 只不过天宫一号进展十倍顺利,原本完成了预定的验证交汇对接技术,并且还进入了超级服役,使得天宫二号的任务升级来,开展大型战略空间实验。 中国的天宫二号升空后,美国卫星就一直在地里,对准中国这升空间局无法,秘密收集情报,以窃取一些情报来发展美国的技术,但是却在今年监测到罕见的一幕,中国的天宫二号实验室,突然直坠百里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据美国宇航局6月20日报道,中国天宫二号从380公里386公里轨道下落到了292公里297公里的轨道上,下降了整整100公里,目前官方还没有对此事进行回应。 但是美国航天物理学家麦克道尔,认为原因不简单,这是中方有意在进行可控的架低轨道,以避免重蹈天宫一号失控的覆辙。 我的天,原来美国的这位专家,竟然还认为天宫一号是失控坠毁的,请问失控,怎么还经准坠毁在南太平洋中部海域的无人区? 要知道,那里还是世界公认的好天气均场。 还有,天宫一号2011年发射,2018年坠毁,运行了7年,天宫二号2016年10月发射,这才两年不到,怎么可能会坠毁? 西方总是喜欢抹黑中国,比如天宫一号坠向地球的时候,他们就大肆宣扬,天宫一号的碎片将砸的人啊。 天宫一号的有毒物质,将污染地球环境啊诸如此类,结果费事实打脸,他们这么做的目的,恰恰将他们的内心的想法给暴露出来。 那就是妥妥的羡慕极度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MINGURO MINGURO